昨天比较激烈,大部分意见都比较负面 有些反对的声音很多 所以我昨天最后跟局长讲 他应该听听大家的意见 是否需要做这个政策,做一些修改才推出来 因为欲速之不达,如果硬硬上攻 可能好事变坏事,令整个计划胎势腹中 我相信他也难以跟中央政府、特区政府 甚至跟他自己交代 但现实两位的评估 就算下次7月2日加会,加时间 是否都不可能谈得完? 因为很多话没说 是否都不可能做出一个表决? 这个议题是很重要,亦很争议性 就算我下次再加一个钟头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拥育发言 事实上很坦白 一个德政都要有一个好的推销员去推 今天负责推销一带一路资料金 就是现在民望最低的局长,吴克劍局长 我发觉他昨天说什么,很多议员都听不入耳 其实就算是好东西都听不入耳 包括你 所以好的政策 或者好的产品 都要有好的推销技巧 跟着他民望这么低,其实他没有说服力 其实香港一直这么多年都被批评 香港的大学位不足 本来这两件事是不是有矛盾呢? 是不应该有矛盾的 一方面你可以增加多些大学位 一方面你可以引进多些大学生来香港读书 令到跟香港的学生有一个融合 令大家对双方的国家 各方面的知识都有一个交流是好事的 问题是现时的社会的纷争情况 激烈的对立情况之后 似乎将两件事就挂钩成一个矛盾 就是有他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他 这个是敌我的分明了 那这个政府必须要保证这个计划 就是来了之后不影响我继续增加多些大学位的 那我们出去是安全的 那这方面我相信不是在这个会期 政府可以将所有资料 是令到香港市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而要强硬推上来 我相信有些是不理智的 大家看到了就是本地的升学问题 升了学之后那些学债的问题 那么严重你为什么不去处理呢? 就是你拿了十亿 十亿在过去几年来 我都没见过政府是为香港的教育本身 争取到一笔那么大的钱去做一件实事 嗯 但是呢 你现在就很快地拿出来 然后觉得说 喂,一定要尽快过了它 所以呢 这次搞到呢 其实呢 不单止是泛民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很鲜明 就是批评的 建制其实也很辛苦的 刚才大辉说 建制派到很难去和他保駕护航的 另外一个反对因素 会不会因为觉得 哇,梁振英你拿来拆大而已 这个也可能是一部分朋友的 的看法 我想这次大家都会怀疑 你这样推动 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 比如说 虽然推销完就一样的 但是推销完 吴克劍很少在政策上这么主动的 这件事是积极很多的 虽然结果也不是很好 但是呢 为什么这么积极呢? 会不会其实也有一个政治动机在背后呢? 我就不看这些政治动机先了 我看回实际上香港的教育需要 我们看完之后呢 我们是不会有任何结论 就得出说 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是要给十亿下去 然后每年产生几千万的利息 要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 大家贴近香港实际的 民情实际的需要 我觉得那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